Hello 大家好 我是Ophelia 歡迎回到這個頻道 來到我們第三集 講一下英國有什麼工作 是意想不到這麼人工高的 有什麼呢 如果大家對於在英國找工作 或者轉行有興趣 就記得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接下來都會多出一些新片 講一下在英國工作文化 或者找工作資訊等等 好 我們馬上去片 我們第五個英國二傘不到的 人工高的工作是什麼呢 就是做火車司機 就是做Train Operator 我們這裡如果找工作 找火車司機的工作 就不是打Train Driver 你找不到的 你打Train Operator 如果是地鐵司機 就打Tribe Operator 他們一年的工資 是賺多少呢 是賺平均是54K的 是大概五十多六十萬的人工 的港幣 是真的非常之高的一個工種 為什麼他們人工可以這麼高呢 其實呢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背後有一個 叫做Trade Union 有這些工會 幫他們去打生打死 如果是 他們心意 覺得人工不夠高 或者偏低的話 他們就會罷工 所以你就聽到 英國的火車 地鐵那些 經常都罷工 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的工資 沒有去到他們想去到那個水平 剛才說 就是五十多K的數目 就是比較 一些資深一點的 Train Operators 如果你是剛剛入行的話 就賺大約二十K左右 一直到 有工作經驗之後 就可以賺超過六十五K的人工 大約這些 Train Operators 這些火車司機 賺的錢 就是視乎他們 跟什麼公司合作 在哪家公司做 一般他們工作的工時 就大約是三十五至四十個小時 一個星期 包括是 一些夜晚的 一些移動 所以 真的不錯 工時不是太長 還有他們是有些利益 他們的利益 如果你是火車司機 可能你搭火車就不用錢 你可能整個火車的部分 人家給幾千磅 可能你都不用錢 就可以省了一整年的錢 基本上你做多久 就可以省多久的錢 有些什麼公司 是比較多人工的呢 比如Eurostar 現在就出最多 大概是七十一K左右一年 另外就是 以下一些公司的人工 大家可以去參考 在整個遊戲 包括大約是大約是大約是大約不用大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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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得多的 非常之適合香港人移民來做 是非常之簡單 它的方法是你上網去找工作 你上了一間船船船公司 你會看它有沒有訓練程式 讓你一路訓練成為一個火車司機 之前完全沒有經驗都可以做到 一般來說你需要20歲以上 就可以開火車 18歲以上就可以駕駛倫敦的地鐵 叫做Tube 另外如果我找不到這方面的工作 你就可以嘗試找一些 都是在地鐵或火車公司的工作 例如是Passenger Assistant 或者是Conductor 或者是一些Trainee Driver的Post 都可以先找到這些工作 然後先去看看有沒有機會 去訓練成為一個火車司機 那你說做這些火車司機 需不需要特定的資格呢 一般來說其實你有中學程度都OK的 都不用什麼學歷去做 只需要你有好的視力 聽力 確保你是在健康的情況下做事 因為你拿著這麼多人 他們的生命都是在你手上的 所以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就是你要沒有刑事紀錄 有一個清潔的記錄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要求你做一個DBS 就是一個Disclosure and Barring的服務 你只要拿到一個證明 證明你沒有任何刑事紀錄就OK的了 你可能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訓練的時候 那段時間你有沒有人工 你訓練的時候 英國也是非常人道的 他也是會給你薪金 就是你訓練的時候 一開始的開始薪金就是你訓練的薪金 多數都是20多K左右 所以是有錢收的 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做火車司機 就需要9-18個月的訓練時間 如果你訓練做Trip Operator 就需要22個星期 這樣啦 到底6個意想不到人工高的職業是什麼呢 都是做司機的 就是做巴士司機 這裡的巴士司機 平均一年的薪金 大概是28K左右 大概是30萬港幣 其實你看到這個數字也不是很高 為什麼你會說人工高呢 這個是平均工資的數目字 以我認識的巴士司機來說 他們很多都是賺4-50K人工的一年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數字是未連他的優惠 很多時候他們 這些巴士公司都會給不少優惠給他們 所以他們的薪金就會多很多 我們說做巴士司機 究竟怎樣入行 其實真的是非常簡單 直接 就是因為你不需要有任何學歷 你只需要18歲以上 然後拿FullEU的Driver License 那就OK的啦 他們巴士的公司非常之好 他會提供訓練給你的 你是Apply那份工作上網 然後他就會告訴你 有什麼訓練給你去做的 他訓練的時間 都是會出糧給你 所以你一邊訓練就一邊賺錢了 已經可以 所以是非常不錯的 到了最後的一個 英國最意想不到人工高的工種 是什麼呢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 就是做地鐵司機 在London做Trip Operator 他們每年的工資 平均來計是賺56k 即是50-60萬一年 算是人工非常之高的工種 而且這個數字是未計他們所賺的bonus 很多時候賺了bonus 會是更高的價錢 那為什麼這些駕地鐵 都可以賺這麼多錢呢 其中一個最大原因 剛才也和大家解釋過 就是他們一個Trade Union 幫他們去拿這些Benefit 就是幫你打生打死 如果人工是覺得他們不滿意的話 他們就會去罷工 工會是幫他們不少的 在人工方面 另外的原因就是 他們是有很多的bonus 就是因為駕地鐵 可能很多時候都要駕到很晚 所以他們一些 比較是其他shift的時間 那些工作 他們就會有多些的bonus Out of hours的時間 他們都給了幾多bonus 所以是會賺很多錢 另外就是 他們都是有一個36小時的work week 就是每個星期 只是做36個小時而已 又是因為Trade Union 幫他們去拿這些Benefit 就可以說 不需要做那麼久的時間了 那你說做地鐵司機有什麼好處 在英國做Tribe Driver Tribe Operator 是非常之多Benefit 其中一個就是 一個Free Annual的Tribe Pass 給你和你另一半的夥伴 即是說 如果你做地鐵司機 你和你老婆 都會有免費的 一年的Tribe Pass 還有就是 60歲就有Full Pension 是給你去退休 或者如果你50歲 想退休的話 他都可以有一個Pension 給你的 不過會少一點 另外就是 做Tribe 其實也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你要work 一些Antisocial的Hours 就是有時候 一些Late Night的Shift 你都要做 還有就是 很多時候 早上可能4點多 你就要駕駛地鐵了 晚上可能1點半 都還駕駛地鐵 還有長時間 都要在一個黑暗的地方工作 這就是做地鐵的不好處 還有就是 你駕駛地鐵 是之前的8小時都不可以喝酒 就是確保乘客的安全 你說怎樣入行做地鐵司機 做一個Tribe Operator 是不是這麼容易的事呢 其實現在來說 不是這麼容易的 因為在2008年開始 其實你想申請成為一個Tribe Operator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因為他不開放給公眾去申請 如果你想入行 你可以申請做地鐵 TFL裏面的 customer service 的assistant 先踩腳進去 然後再看看 在裡面的Network 可不可以再申請做 一個Tribe Operator 第二個方法 如果你是適合年齡 如果你是16至18歲的朋友 你可以申請成為TFL的 一個apprenticeship 你可以申請做Tribe Operator 的訓練 他們就會給你一個最低工資 不是很多錢 但你可以先踩腳進去 可以入行成為TFL的一份子 就可以容易拿到Tribe Operator 這份工作了 這次我跟大家分享了7種 你在英國以上不到的 人工高的工作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呢 有沒有想心動想轉行呢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都會盡力協助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LIKE Subscribe我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 我接下來都會出多一些新影片 講一下英國找工資訊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準備好 來吧 好 。 可